台灣的人民 民調 不管是泛男泛女的民調 幾乎80%左右 就希望說台灣能夠跟中國維持現狀 不要有戰爭 不要有衝突 兩岸維持和平共存 這是大部分台灣人民的希望 如果說世界大戰以後 媒體報導說習近平主席 可能會對台灣採取更嚴厲的措施 反對台獨 打壓台灣的國際空間 那麼台灣人民跟中國的政權 會越走越遠 會越走 會走相對的走向 反而幫助台灣人民決定 決心不跟中國在一起 這個是對中國不好的 對台灣說要兩岸的互動交流 平等尊嚴也是沒有幫助的 所以我們希望 希望習近平主席能夠放寬心胸 中國本身內部的民主化 自由化 人權受尊重 另外一塊把心胸放開 跟台灣的人民 跟台灣的政府 有更穩定的 和平的 這個平等的 有尊嚴的互動 這個是台湾的